太冷血了 狂轰十二枪 而且通通抄人家的头打 打得还是警察 这是台北市民生登陆 这个地下的钢琴酒吧 凌晨就惊传了枪响 想了十二枪这么多 当时呢 这两位的酒客一死一重伤 其中有个死者身份 居然还是大直派出所的园警 凌晨两点救护车 火速开进凯大医院 救护人一边急救一边 赶紧把单架上满脸 是血的重伤男子送进洗诊室 不过到院前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事后调查赫然发现 他的身份是一名休假中的 派出所园警 怎么会突然中枪送医 回到事发酒吧现场 他们玻璃到处都是弹孔 往下走楼梯满地是血 可见这里就是枪击案的第一建场 要离去的时候 刚好跟这一群 这一群四个人的 其中一个是歹徒开枪的 发生了碰撞 然后因为可能双方面都有喝酒 所以造成沿以冲突 然后到最后找歹徒 持枪 持枪连开了12枪 原来当时王姓远景 正要和杨姓友人买单离开 就在楼梯间碰到准备下楼 消费的四名歹徒 双方疑似肢体碰撞起冲突 对方连开12枪 王姓远景左大腿中两枪 右大腿一枪 致命伤在左胸的这一枪 送医后不治 而他的朋友杨姓友人 颈部中枪 目前还有生命危险 警方事后调约监视器发现 四名开枪杀紧的歹徒 手段非常凶狠 因为12枪几乎都朝 两人要害射击 案发后搭乘计程车 往东区逃逸 目前初步发现 他们的身份 其中有三人是越南籍外劳 开枪主闲是台湾人 警方已经锁定逃逸路线 和歹徒身份 加强坠气 中文新闻台北 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